今天是我们决赛周收官之战的第一天 要注意的是我们本周 舒老师不用担心你现在排名比较靠后 因为我们收官之战是重新几分 只计本周的分数 然后在本周的几分第一名就是我们第14季的冠军 同时如果出现了同分的情况 会参考之前以往日常我们的几分的排名 我们第一局的版型叫双生幻想 正在抽取我们第一局的身份底牌 各位大宝老师可以明明身份 然后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生幻想版型的基本规则 首先四张普通男人牌 我们有新牌了是吗 我们有新牌了 哇塞 那等到我们这局结束之后 然后我偷上牌给大家看看我们新牌什么样子 好 对对对 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双生幻想的版型规则 来 不清楚规则都注意听下了 四张老人牌 预言家女巫 猎人白痴 都是大家老朋友不做介绍了 本局游戏当中的平民阵营 存在两张特殊平民牌叫做双子 他们在首页会睁眼互认并且可以有交流 然后在本局游戏当中 双子其中的一方出局 另外一方会跟随出局 他们出局之后呢 会再次在下一个夜晚的时候 共同决定守护场上的一名玩家 使他免于狼人的袭击啊 就是这个版型的基本规则 讲两个特殊情况 注意听啊 双子如果出局在夜间出现了情况 法官依然会宣布某号玩家跟随出局 然后该出局的 该离场的玩家就离场 如果说需要在场上进行下一轮回合守护的玩家 也会在场上留存啊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超话互动社区 竞争大赛 上面有我们的版型 基本规则介绍 以及常见问题的解答 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局 双生幻想 来过人家请进入自己的专门底牌 5 4 3 2 1 天黑请闭 我们第一页的夜间歌曲来自这音社的优秀歌手 空空带来的《当我奔向你》 别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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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 上等你们摘盔 先透过去 绑断 没有问题 我们想再问 我们今天有第二天场 有 有 那我们的嘉宾 不计都要去第二天场 是的 OK 不住 可以去厕所吗 可以去厕所 可以 可以 这个是可以的 那我过去说话的话 你的意思就需要注意点刀 那边好像也都有声音 是有解说吗 那边就是实时会直播的 那是陆伯 不是陆伯 是陆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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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小伙伴是需要吃你家的 有些人是需要吃你家的 我不点你是谁 但是这里面说张话怎么快 我出去就 那就是直播 反正五六万人的直播间吧你说呗 什么意思十几万好吧五六万 什么意思 来天黑请闭 天黑请闭 天黑请闭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欢迎同伴商量战术决定击杀目标 天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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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出声 不动 链链的 音 在你眼角 aper 反正你都听到我心跳 脸 正辛辱 陈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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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我介绍的时候有几句话没有说完 那我就说一说 上一周我没来的时候 号称第一天是卡严局 然后坐在8号那个男的说 谁没来谁尴尬 这一周那个8没来 换了一个8号 我想那个双子 我在晚上的时候我在想那个双子如果是5号10号的话得有多精彩 我就喜欢这种双子 我就看看5号10号打不打 双子是好人阵营的呀应该是对吧 你们两个是双子的话我觉得挺精彩的 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帮不了大家我第一个发言 甚至我可以把平民身份都交给狼人 好吧 因为我是平民嘛 所以双子没有了 等会可以守一下我 如果第一天平民出去的话 别的 没有了 3 9 11 这三位大兄弟都去警察投票了吗 我是一周没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要在决赛的舞台上来这么证明自己吗 那就这样吧 我 盲踩一脚7号 什么叫盲踩 就是随便踩一下 就是唯一的做一个建立一个逻辑关系 要不然实在聊了三分钟 一点和游戏有关系的都没有 踩一脚7号 过了 10号呢 请发言 我仅会留十二十一顺眼 我验的三十金水 确实没有抵挡住那个微分碎盖的诱惑 摘了亏就想验它 好吧 那个我觉得十二不是很好 因为十二开牌的时候不是说我猛狼吗 上景也没分享啊 而且这个板子为什么要跳单身平民啊 因为平民可以替双子挡刀嘛 因为双子一死死死俩呀 你为什么直接就拍平民身份啊 我觉得你有点惊弓之鸟的意思 好吧 然后 而且我感觉你在捆绑五和十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你很不好 然后我 景下我一定压张十一 因为十一 你不是说 在十二说十像狼的时候 你不是说十十二里边必出一狼吗 你为什么不上景分享 为什么在景下在这 好吧 而且十二也没聊你 我就觉得你们俩有可能是双狼 所以我景会留十二十一眼 后之位的话 谁跳 六跳 不能吧 没没看出来后之位 谁是七跳狼 好吧 别的就没什么了 景会留就十二十一 我觉得十二反应不好 我觉得十一在景下不好 所以就十二十一眼 而景下三是我精髓 我认为九十一是要开狼的 我觉得这个板子 狼是要在景下的 好吧 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景会留先十二后十一 不要说我可以通过十二号的站编 来判断他的身份 因为我 他倒勾的时候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你这个表情 我真受不了你 好吧 我就十二十一 十二十一的景会 三是我精髓 希望那个陈明俊老师 直接把票上给我 你提出的问题我一个都不回答 好吧 一个都不会回答的 过点 八号玩家去发言 八号玩家发言 我觉得其实还行吧 就是聊九聊得晚了一点 就景下三张牌 一张是精髓 一张留了第二景会留 就是九号 他说九跟十一肯定得开狼的 就是九号近视野稍微晚了一点 然后十二号玩家 我对他的定义好像也不是很好 因为他在聊双子的时候 要么也不是一定的不是很好 除非你是双子 因为你在聊双子的时候 你一直在免全场的反馈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很像是你在聊双子 在找双子是谁 然后就感觉是这样子的 然后确实如果是 你希望你说你拍个平民 别人要顿你 那顿的前提就是双子没了吗 所以这个 于晴云里都不是一个 好人视角想的事 所以他留你十二滴 景后留我觉得是还行 所以最后景下还是听对比发言吧 景上一个是留十二我就还行 一个是可能不好的点就是聊九太晚 其他的景下来聊吧 我这个位置只能聊差不多这些 我看到的东西 我先过了 七号呢 七八爷 我捡着一自拍杆 你收了 你呢 试他那么检查 别到时候又出事了 好像你这个东西 好像会在自拍杆 可是有大事 这种我捡的 我来着就在这 这种我捡的 三号两 然后我那个 我挑袁家 我验的那个八号是金水 景回流验十二 十二号踩我 所以我觉得十二号不好 而且我的金水打到十二号 就先验十二 十二号人家应该 今天不太想炸身份的 应该像跟我汗跳的 十号人家 他验的这个三是金水 我想想 他验三是金水的话 三号人家要压第二九回流 决赛的有可能十号不想骗三 所以就验三 景回流就 景回流 给三点压力先留三 再留十二 三十二顺眼 八号人家是我金水 那个 为什么验八 这发生性是这样 我就跟 舒老师低了 那你说这 这样这样的顺序呢 那也没办法 只能我自己来跳 其他的还能聊什么 没什么吧 没什么 挺想验一的 但是我觉得 万一验出是茶茶 刚来嘛也不太合适 大概就这样 我看看景下 有没有人跟我投票 好吧 预言家 然后双子 这个板子 我也是第一次玩 也不太会玩 我听听 我学学吧 好了 我过了 六号人家 请翻译 不是玩的不是双生幻想吗 不是与你猎白混 也不是针锋相杠 没会儿啊 咋子能跳俩 刘百世又来整这个 我说原来我验了武士精神 没懂啊 那你们俩是哪个谁 啥意思 我本来原石发言 我肯定是把他当焊掉去打的 然后我当时想的是 我的景回流是九号人家 三号我就 我听着三号人家对话的不是很像同伴 然后景下我就想 假设三号人家是被骗的那张牌的话 九十一可能开他同伴 我就艳艺上九号玩家嘛 然后当时我觉得八号玩家发言还挺像好人的 说实的 对实客观我觉得是比较的公正嘛 相对来说 至少听着还可以 然后十二号玩家我是不想留住景回流 因为玉尼 就是玉尼的白岸 也不太可能第一天能推出去一个双子 让双子去盾 然后让预言家能有两天引人 所以我觉得留一天景回来就可以了 我不太想把十二留到我的景回 留上十二去听那个 就是他停打底下站边就完事了 这七跳八精水 今天是有啥 就是special的事情吗 这七号玩家是汗跳 要给八号玩家洗头 八号玩家最近站边我觉得还是比较稳定的 站边还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 我想想看我景回流的话 我听我只能说 因为我自己本身虽然怀疑 七号玩家是否骗巴这个事儿啊 但是我听巴的独立发言 我是觉得 还行 我觉得还行 所以我不想骗巴 好像我想听你景下 不管站不站我边 我想听为什么 想听你那一段那个拆袭 所以我就不骗巴 我就景回流就不改了 就不管 其实因为他们现在都没退水 我不管谁是跟我对挑了这张牌 还是念旧 随便 这么好玩吗 乐死不平 老人杀的就是榨身份有如此 能够如此快乐吗 那我觉得还是念旧 念旧 然后 其他没有啥才说的 12我自己听的发言 我是觉得也是一般般的 不太好 然后而且 第一个是跳了平平身份嘛 我觉得这板子 不应该跳身份 不应该跳身份 这小人在打的经验 然后第二个点是 最后一句话 强踩漆 你踩漆那个东西呢 你踩漆踩漆 他非要解释一下 我是盲踩漆 就随便打的 我就有点有点作作 所以我是觉得 井上 我听起来12不太像好人 而且有可能跟其实想 井上作为不见面关系的同伴 然后艳舞没啥行动一程 绝对吧 肯定找厉害的 找不会反水能站边的那个艳 就这么想的 然后就艳酒 好吧 然后其他没啥说的 8号人家我就井上听感还行 但是不是狼 都发言发的还可以呢 没听出来 都不知道 过了 8号人家请发言 哎呀 这个边有一点点难占啊 因为 我丢了三天的自拍杆 被7号玩家给找到了 今天还给了我 我手举了三天举 都举酸了 所以 这一份自拍杆之恩情 确实 让我对于7号玩家的发言 是非常有好感的 但是6位给我发精水 我又很难拒绝 这怎么能呢 我听了前这一张 好像是8号牌 我井下就跟8号玩家战边了 8要是反7的水 我就跳身份战边6 8要是不反7的水 我就跳身份战边7 因为我觉得8是好人嘛 然后那个6号玩家验了我的 预言家也觉得8是好人 所以我认为8号玩家是好人 我觉得这把可以参考8号玩家的意见 我觉得6发言挺好的 没什么了 我过了 我再更新一下 这个边确实有点难战 但如果硬战的话 觉得气象一点吧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10推水 弄到6号玩家 可能有一点点不会聊了 就是一定要去 验9 因为他定义3 比较像好人 他说的是10可能 对话3 不像是对话同伴 所以3的好人身份 他给了 但是10推水之后 他没有去更新3 重新定一下更新3的身份 所以 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10推水 影响了6号玩家 所以我再更新一下 警察的发言 然后 后面1,2号玩家 就是这样的 就是当时 法官的歌没弄好的时候 当时全场都在 就是大笑聊天 然后大家都挺开心的 只有你们两个特别严肃 我观察到了 我觉得可能是底牌的原因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狼 给1号和2号丢个水包吧 我听听发言 我过了 2号再请发言 3号再请 6,7 说实话 我听完5的发言的话 我可能要再更新一下吧 因为就5,6 我听觉得5号偏像好人吧 然后5,6都给8好人身份 那我就再听一下 因为本身前志位听的时候 当时7,10的时候 我先说一下 我当时听10发言的时候嘛 你给了 你说觉得12像狼 但是我当时听到12发言的时候 我觉得 他有可能自己是双子 故意在这样子 我没有觉得他发言很像狼 所以你留的 12,11的警徽流 而且昨天跟11打过 他三把在警下 他三把都是好人 虽然都站错边了 所以我觉得他在警下 是挺正常的事情 所以当时觉得你不是很像 然后我听到8号玩家发言的时候 他是跟着10去打了12 但是因为我听到12发言听感 我当时没有觉得 我觉得他比较像是 自己在双子在藏 没有很像狼 所以当时没有觉得8很好 然后7给8发了一个精水 然后到6号发言的时候 但是5跟6都给 也给8好人身份 那我可能8跟12的身份 有一点置换吧 我想再听一下8跟12的发言 再决定一下站边吧 本来是觉得6像一点 因为我没有听证8 但是5、6都给了8好人身份 所以我再听一下吧 然后我开牌之前 看了10号玩家 你摸牌的时候 皱了一下眉 好像就很 很嫌弃 也不知道什么的表情 我不知道这个是啥意思 然后你还做了一个起跳动作 现在退水了 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 然后1号玩家是一直很严肃 然后4号玩家 你说我很严肃 可能我今天从头到尾 从一开始进来 就一直是这个表情吧 好像 然后听一下1号玩家的发言吧 我自己是个好人 就这样过 各位大门老师 现在是20点整 进入到我们8点到9点的时间段 大家记得在这个小时 帮我们送送人机票 一起冲击下小时榜单的前10名 下方礼物 现在点个之后 粉丝上学样卡 第一个礼物 一毛钱一张人机票 单个小时之内 最多可以拉满 600票有效的人机票 感谢大家的人机票 谢谢 1号呢 请发言 我发言啊 这是我在大事赛的第一次发言 第一次上级 就遇到了这么精彩的对决 我确实是不知道谁是预员家 但是 跳了的三个预员家 以及三个预员家的精髓 其中有一个在几项 两个预员家的精髓 都说十二是狼 反正是 就比如说十啊 他精髓八号 七也觉得十二以上了 六也觉得十二以上了 五也觉得八号说得对 不行就投一下十二 我的意见 因为我觉得节目组 把我安排在一号位 肯定有他的道理 肯定有他的道理在 有他的道理在 我就先互动一下 那个咖啡是我专门为你点的 然后也是五糖的 专门为了照顾一下 十二号玩家的身体状况 然后就是说点了杯五糖咖啡 希望你能够好好饮用一下 这个咖啡 但是我确实还是想战变一下 我是觉得不能不战变 确实不能不战变 我是想稍微战变一下六号玩家 我是觉得 原因是这样 因为六号玩家敢给八号玩家 好人身份其实还是 有点像预演家的 因为八号玩家是 反正我在来之前 反正八号玩家是 非常牛逼的状态 现在是当红炸子鸡 就是说不可能战错 不可能战错的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不可能战错的 六号玩家居然给 敌方盯水说好人 那我觉得如果八号玩家 紧下反手说六号玩家是狼 六号玩家很难存活 所以我觉得六号玩家 可能偏向一点点啊 可能偏向一点点 哈哈哈哈 六号玩家什么是吧 哈哈哈哈 追兴兴 平安夜 哈哈 太有笑容了 太有笑容了 天黑请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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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请睁眼 老人请选择机箱目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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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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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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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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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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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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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一起参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